各位,上次康熙要御驾亲征,对三军作了一番动员之后,太子人营就上了五凤楼,跪在康熙的面前,将酒瓶高举过头大声讲了。 二臣敬请阿玛喝了这一杯,愿阿玛旗开得胜,二臣将遵从阿玛皇命,在京师督办粮草,正待皇上接报。 康熙见到皇太子激动到面都红了,他动了真情,接个酒瓶,好好好,你这瓶酒就不会喝的。 皇儿,你留守京师,责任重大,凡事都要跟重大臣相议,有委决不到的大事,要飞马报给朕知道。 还有,不要忘记读书,其他皇子都是你的手足,不要轻易责罚了,你记住没有? 二臣谨遵圣语,请阿玛放心。 嗯,明主是有罪之人,不可以参与今天的阅兵大典,你传纸给他,要他随军出征吧? 什么?康熙突然之间,做出要明主随军出征的决定,搞到在场的大臣,个个你看我,我看你, 就不知道康熙为什么要带上这个罪神,那就得高士奇,心水清。 康熙没有不记得太子党和阿哥党的争斗? 索阿图随军出征了,和国为是索阿图的对头, 如果趁这个机会,在京城和明主互相勾结,加害太子, 那么各面就不可收拾了呢? 嗯,看来,到底都是皇上谋事深远一点。 张延玉以前说过的话,又在高士奇的耳朵边响起了。 现在自己虽然还站在上风头那树, 但是要想法子激流勇退才行。 高士奇还在胡思乱想着, 康熙皇帝已经举起酒瓶一饮而尽, 下面那三万官兵也将酒杯的酒饮完, 康熙大喝一声,三军出发! 龙旗飘荡,古岳高奏, 康熙皇帝急步走到五凤楼翻身上马, 率领着三万御前精锐铁骑, 迎着枯绍的北风和漫天的飞雪, 浩浩荡荡地出了京城了。 看,康熙皇帝在五凤楼阅兵的时候说过, 葛尔丹野心勃勃这句话就一点都没错。 十几年来,他远交近攻, 东撒西坎,在西蒙古就青鸿青霸, 又跟西藏的达赖拉拉玛, 跟罗萨国暗中勾结, 这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 康熙二十七年的秋天, 他就带着十万大兵东进, 占领了东蒙古的乌兰报通, 他计划得很周密, 只要在乌兰报通站稳了脚, 东蒙西蒙, 莫南莫北, 全部不在话下, 然后就进一步撒入关内, 不用几年就可以抢过康熙的江山, 建成好像当年城吉思汗那样, 港银无边的大帝国, 谁知一到乌兰报通, 葛尔丹就敏锐地感觉到, 他这次东进是上了当, 那位热情地写信请他前来的科尔森王, 就在大军来到的时候, 突然间就病了, 他没有带兵来迎接, 只是派了一位管家, 送了两百只收到皮包骨头的老山羊来, 还有一千匹不知在仓库中拗了几多年的囚段, 拿手一摸而已, 就碎饮饮的一块块跌出来, 蒙古人嫖汗爽直, 一向更信仪, 科尔森王给葛尔丹来这一手, 那么一字那么浅, 说给葛尔丹知道我们不拍档了, 接着罗萨国又来倒弹了, 原来说好了的, 送给葛尔丹三千支快枪, 事都临头, 罗萨国又派了叫做格里高里耶夫的少教来说, 沙皇匹德正在处理西南和南部的边界糾纷, 不得闲顾他了, 况且又刚刚和中国定了离布楚条约, 不便插手中国的内幕, 所以原来答应的军火不能够交付, 为此沙皇匹德深表协议, 击到葛尔丹在大将里头就走来走去, 大声地骂, 半套半套, 一个一个都是无耻小人, 压了老子来这一树, 又出卖了老子, 还有令他更加谷气的事, 葛尔丹有个独生女, 看名叫小珍, 葛尔丹这十几年来, 到处杀人放火, 抢略民旅, 将小珍的母亲降生击死了, 所以小珍对他这位父皇表面上尊敬, 在心里面就很不服气, 现在小珍已经结婚了, 丈夫叫做穆薩尔, 是一位蒙古勇士, 同时也是一位很有血性的汉子, 穆薩尔统义着一支三千人的铁骑竟女, 在葛尔丹的十万大军中, 就数他这支部队战斗力最强, 但是穆薩尔就有个条件, 只是保护外府葛尔丹的安全, 就从来不接受攻打其他部落的任务, 这次他两夫妻跟着葛尔丹来到莫南, 葛尔丹就失去了罗撒国的换座, 又失去了科尔森王, 和东蒙古国王公的支持, 已经陷入孤军深入的绝境, 哎, 怎么知道穆薩尔还是老一套, 不管葛尔丹怎样威胁, 利诱、劝说, 甚至乎哀求, 穆薩尔回答只是一句说话, 你如果现在退兵, 我可以断后掩护你, 你如果打败了被围困, 我可以救你, 但是我的兵就绝对不主动和清军开战, 好了, 他这句说话不要紧要, 那将葛尔丹推入了内外交困的绝路, 就可以进不能进, 退入不心甘的时候, 叹布传来, 汉器皇上亲自统领三十万大军已经杀了过来, 这样接二连三的打击, 几乎令到葛尔丹失去了理智, 但他不愧是敢杀敢聘的蒙古勇士来, 好快就镇定回, 他紧缩防区, 将兵力布置在乌兰布通的景石封一线, 依靠着山水之势, 作为平将, 进可以攻打清军, 退就可以保护良道, 撤回西蒙古, 摆出以日代劳的架势, 准备和康熙决一死战, 当康熙亲自统领大军来到龙化的时候, 已经是三月中旬, 探马稳布说, 葛尔丹的军队, 衣衫磅水, 连营结债, 防守而密, 大型里头的灯光, 由焦着到黑的, 康熙在大将里头, 仔细审视木製的地形图, 几位大臣, 嘟嘴不出, 站在他身后边, 阿秀捧着一碗心汤, 站在康熙的身边, 大将里头正英英, 更加显出大战之前的紧张气, 还未分的, 看起着担高头, 飞扬古, 朕问你, 在巴林这个地方派了多少兵, 这里是我军和葛尔丹正面交锋的地方, 万一有什么错失, 就会危及大本营的, 回圣上, 奴才明白, 豈敢在这些冲耀之地, 换乎军程呢, 在巴林, 奴才派了两万七千精锐部队, 即使葛尔丹率领全军攻过来, 我军也稳于泰山的, 嗯, 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带了几十万人马来, 在正面对敌的地方, 他的猜事就只有一件, 就是和科尔丹心王联系, 索尔丹心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觉得自己以上书坊大臣的身份, 去做这个联络官, 就实际上有点丢架, 现在又听说, 康熙要将他人马再调走两万, 他就急了, 圣上啊, 奴才自从平定紧征中叛乱之后, 都没曾打过仗了, 现在奴才虽然是老了, 只忠心还在那里, 奴才愿向皇上请英, 去打这一仗, 再和皇上立一份功劳, 索尔丹这么说, 非杨估就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了, 但是康熙没有立即答复索尔丹, 自从南巡以来, 从郭礼和杨喜龙的案子里头, 康熙隐隐悦若觉得索尔丹有了疑心, 只还没捉到他的把柄, 又抬在太子的份上, 这样才暂时压下来未曾移动他, 现在大敌当前, 将索尔丹派到正面防线, 他靠不靠得住呀? 不过康熙又再想, 索尔丹主动请战, 如果不批准, 又都不是很合适, 幸好中军主张是飞扬鼓, 就值此机会来考察一下索尔丹都好, 想到这样, 康熙就开声了, 嗯, 你想打仗, 好事吗? 那你带你那两万人马去巴林前线, 不过你还有同国江, 都要听从飞扬鼓的指挥呀, 咳, 索尔丹和同国江就同时跪下领了圣旨, 那一来, 飞扬鼓就投鸽赤了, 带兵打仗最骤忌呢, 就有带过自己官职的人来当监君, 这两个人, 一个是太子的外公, 排在第一位的上书房大臣, 另一位呢, 是皇上的亲舅舅上书房大臣同国为的亲大佬, 他飞扬鼓虽然身为中军大将, 这不竟是个外官来, 这样的皇亲国口上书房大臣, 他敢不敢惹呀, 虽然皇上下了圣旨, 要他们两个听飞扬鼓的指挥, 只到了两军阵前, 他们如果不听号令, 飞扬鼓是敢驳回呀, 还是敢杀他们呢, 现在皇上纸已经下了, 只要再想说不让他们去的都不行了, 唉, 算了算了, 行步算步了, 想到这样他就哭笑下说, 既然是皇上有旨, 那就要委屈索尚书你了, 那这阵时康熙皇上的心, 就想着怎么样用兵, 飞扬鼓的那些难处, 他确实不顾得仔细想了, 听飞扬鼓这么说, 就跟着话了, 嗯, 好,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不过打仗的事千变万化, 说要随机应变, 我们一枚在军营里头看地图是不行的, 飞扬鼓, 你准备一下, 明早早五更, 朕要亲自去前线看看地形, 哈, 飞扬鼓一听, 又惊又起, 起的是, 皇上如果能够亲临前线, 对古武士气大有好处呢, 放车又汉气助阵, 索压屠他们也不敢压榨, 但是两军阵前, 火炮军名, 刀剑交锋, 要皇上御驾亲临, 万一有什么东瓜豆腐, 自己又怎么交代呀, 于是就急忙回答, 万岁啊, 葛尔丹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 他带着十万人马, 千里奔杂, 已经是疲惫之师, 我军数倍于敌, 一举将其击会不会很难的, 请圣上稳助中军, 奴才如果打不败葛尔丹, 请圣上杀了奴才全家, 不要这么说, 不是打败, 也不是击溃, 而是要一股全千, 斩草除根, 你们知不知道, 为了引有葛尔丹东进, 朕花了几多心计, 这一仗万一有失, 也不是杀你飞扬古全家的事, 就算是朕, 也都没面子去见江东父老, 飞扬古先头所奏免以, 你们都跪安, 听赵四驾, 来这儿集合, 跟随朕去前线试察, 众人退了之后, 大将里头就立刻剩下了, 红红烟烧的炭火上高, 煮着奶茶, 浮起一层层的白袍, 因为战事临近, 康熙的心很难平静, 他觉得整身发行, 就叫阿秀帮他脱了一件龙袍, 换了一件松伸一点的衣, 突然间, 一阵清幽幽的香味, 从阿秀身上散发出来的, 看着他忍不住的心, 一声强跳, 一下子就伸了阿秀过来, 抱着一怀中, 护摸着他的污漪的头发, 一边闻着那阵令人心醉的香味, 阿秀, 你記不記得, 浸上次北巡奉天的時候才見到你, 想到眨眼就九年長了 阿秀面上犯出一陣幸福而有興奮的紅光, 他微微的閉上雙眼 奴婢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初次見到皇上的情形, 是一個很冷很冷的夜晚 沒錯, 沒錯, 你一進門口, 那一陣香味就立即打動了浸 咦, 為什麼宮女頭聞到你身上的一陣香氣, 一出來又立即聞到呢? 阿秀的臉更紅, 把頭薄在空氣懷中很嬌聲地說 嗯, 皇上, 宮中殯飛如雲, 宮女上千, 誰不是一身知粉氣的呢? 皇上身居知難知失, 久而不聞其鄉啊 哦, 哈哈, 講得好, 講得好, 想不到你一個蒙古女子 竟然對漢學有這麼好的素養, 動一下就幫朕引經句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注之過獎了, 奴婢不過是自小喜愛漢學, 讀了幾本閒書 在我們蒙古女子中, 精通漢學的還有 咦, 是什麼人啊? 逆賊葛爾丹的女兒, 她就是一位精通漢學, 又心名大義的人 她起了一個漢名, 叫做鍾小貞 我們從小一起玩, 是好朋友來的 還說她救我逃出葛爾丹的魔掌 多少蒙古皇爺向她提親, 她都不答應 硬是自己找到一位蒙古勇士結婚 唉, 我不知道多想念她啊 康熙皇上開始的時候, 還沉浸在阿秀的美美敘述之中 但是聽到這句, 她就突然變了臉口, 一下扔開阿秀 做什麼? 你還在想念鍾小貞? 阿秀忘言不知所措地認了一聲 是啊, 奴婢思念她, 她是我的 哦, 照這麼說, 你小時候的女伴 仇人的女, 你都尚且不能亡壞 那你青年時代熱戀的人, 你就更加永世不亡 你怎麼說的呢? 戰一出 阿秀嚇到飄了一身冷汗, 你看貢聲跪在康熙的面前, 哭著說 豬子, 你怎麼這麼說的? 我們蒙古人, 從來都不喜歡說謊 早幾年, 我一個人逃出蒙古, 舉目無親, 受盡苦難 幸好得陳王救了我, 也幫助過我 我確實想過, 要以身相許, 報答她的恩情 誰知她, 她一心跑在治河方面, 從來未曾愛過我 也從來未接受過我的愛 我們之間, 清清白白, 可對天人 後來, 我見到皇上, 又深受皇上眷戀愛護 現在皇上移駕親正為我報仇, 奴彼粗通漢學 也知道漢家的規矩, 女子要從一而終 所以奴彼心中的男子, 只有皇上一人 我想念鍾小貞, 不是因為她是仇人的女 而是因為她是我的救命恩人 老實說, 我的確想過陳王 但是因為她救我於苦難之中, 我無法報答她 這兩年, 我都覺察到, 主子有點疑心我 我不怕, 因為我心中無愧, 我無做對不起主子的事 主子如果不肯體諒奴彼, 天大的罪過也不過一死 奴彼早就九死一生, 還有什麼可怕的 不過, 奴彼臨死之前, 有一句說話 要趕出來勸奸皇上的 皇上身為天子, 富有四海, 應該有包容萬物的海量 但是, 為什麼好像凡夫族子那樣, 為兒女私情 妒忌一個為國為民, 立下大功的書帶子呢? 阿秀一口氣說了這麼多, 早已經是淚如雨下一不成聲 先頭怒火衝天的康熙皇上, 竟然被他講得一顆慘地站在那裡 既然康熙訓斥阿秀, 也不是毫無道理 事因在封建社會, 皇家有規矩 凡是入了皇宮的女子, 上至皇后, 下至宮女 不管是誰都要將家鄉, 父母, 兄弟, 姐妹, 親戚, 朋友 全部忘記了, 一心一意的事後皇上 如果不是這樣, 就犯了大不敬的罪 阿秀既然入宮做了貴妃, 別說想從前的戀人 就連想一下鍾小貞, 想一下家鄉都算是有錯的 現在阿秀竟然敢公然抗拒皇上 說出一大番說話來, 殺頭都不算過份 但是康熙沒有這麼做 阿秀最後那兩句說話, 也是最難聽的責怪皇上的說話 就反而打動了康熙 他會怎麼做呢? 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分解